看到两位的高铁司机已经是把手举起来对这个列车进行敬礼 其实高铁司机的选拔也是过五关斩六将 想开这个高铁并不容易 首先第一个硬性的标准是年龄必须在45岁以下 而且在开普通列车和动车组至少要安全驾驶的经验不小于3万公里 现在我们看到京广高铁的从北京西站首发的高8014正在缓缓进站 那今天这个高8014的车票也是非常的火爆 我们看到从武汉站上车的旅客也非常的多 高铁司机转身他们马上就要进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司机的交接班 其实这个交接班也主要是为了列车的安全考虑 因为高铁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当中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一般是几个小时 他们就要完成一个司机的交接过程 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列车的进站之后呢 这个乘客的上车工作还是非常的有序的 基本上列车在武汉站平靠呢 是在三分钟左右 所以如何快速的组织我们的旅客的上下站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列车站上很多的媒体都在进乡采访 第一次乘坐这个京广高铁首发列车的司机乘客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乘客 我们从车口走过去还有一段的距离 因为前几段可能并没有更多的旅客上下车 现在呢我们整个的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这个列车停靠三分钟之后 下一站呢将会开往长沙站 预计呢估计一个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长沙 那将会在今天下午的五点左右到达广州 整个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已经缩短到了八个小时 那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这个武汉站的这个副站长 你好 我因为今天离我们的那个乘客比较远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在武汉站到底有多少旅客上下车 今天我们大家统计了一下 有一万四千人左右 我们目前我们发送 但是这个吸取人数要等到晚上18点以后 我听说这个高801有多少人买票在武汉站 高801是从北京西开站冲到武汉站的 你看一下刚刚下车里头比较多 听到说这个车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咱们武汉站的车到武汉站 这个时至于到武汉站中道 这武汉站没有人上车吗 它这个是从那边中道过来的 那么出去的客人也是非常多的 大概有两三百人左右吧 那我们看到旅客上下车 其实上下车非常的快 一般是不是做完准备工作 车门就要关系了 是的 这个车在我们车站停留的时间比较短 我给它时看完